流浪了两年的狗狗,这一天终于和主人相逢。 面对着两年的离别,狗狗究竟能否认出曾经的主人? 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,一名流浪汉面对着自己人生中的最低谷。 婚姻失败,破产欠债,留给她的只有在流浪生活中偶然捡到的一只狗狗,当时她还只是一只幼犬而已。 捡到狗狗后,她很快成为了流浪汉的精神寄托。 在那段时间里,与狗狗形影不离,一同吃饭,一同睡觉,经历了一段居无定所的生活。 但是狗狗的体型变得越来越大,不管流浪汉怎么努力,都没有办法再让狗狗跟她一起睡在自己的小货车里。 因此,流浪汉无奈下只能选择将狗狗送到朋友家寄养。 自己则拼了命地存钱,想要把自己的好朋友接回来和自己一起住。 三个月后,她再次来到了朋友家,想要接回狗狗。 但是却被朋友告知狗狗已经被遗弃了。 听到这个消息后,流浪汉十分绝望,悲痛欲绝。 但是,她却并没有放弃希望,而是尽一切努力去寻找自己的狗狗。 但是,她即便走遍了所有的街道和社区以及救助站,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狗狗的消息。 寻找持续了两年,突然有一天,一个救助中心发来了消息,说狗狗在那边得到了救助。 接着,她便不远千里来到了救助站。 但是一开始,狗狗却很害怕地躲在救援人员的身后。 但是在发现面前的人就是曾经的主人后,狗狗直接扑了上来,和主人拥抱。 在主人的怀中跳跃撒娇,甚至蹭掉了主人的眼镜。 狗狗终于和主人重逢了,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一直这样持续下去,陪伴彼此走过人生中的一切困难。